在2021至2022年度 本港的第五波疫情 严重冲击公营医疗系统 医管局上下发挥 无比的坚毅决心 和专业精神 我冲心感激各同事 坚守崗位 医治病人 医管局大会继续透过 紧急应变策道委员会 督道和监察抗疫政策 和方向 为新冠军者定定分层分流治疗策略 以达至减死亡、减重症、减感染 第五波疫情 令公立医院承受巨大压力 游行得到中央人民政府 派出内地援港医疗团队 来香港支援阿博馆新冠治疗中心的运作 以及内地中医药专家提供专业协助 缓解了本地医护人手的压力 我由冲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息时的强大支援 以及特区政府的全力支持 年内 持续发展专责小组 继续带领着医管局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专责小组检视了多个公营医疗的重点范畴 包括改善专科门诊轮后时间 吸引以及患留人手 发展智慧医院 以及重整服务模式等 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也正落实推行 另外 医管局正积极增加硬件配套 第一个十年医院发展计划下的 零实医院扩建新医院大楼计划 已经进攻 其他项目也如火如荼地进行 我们也正筹划第二个十年医院发展计划 以应付长远的服务需求 特区政府在2021-2022年度 开始第二个以三年为一周期的 递增撥款安排 向医管局撥款807亿元经常撥款 充分表达其对公共医疗持续发展的承担 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感谢医管局大会 区域咨询委员会 医院管治委员会所有成员 以及专责委员会的争选成员 一直鼎力支持医管局的工作 我也十分感谢立法会和区议会成员 病人组织 义工 各界持分者 和市民的肯定和支持 凭借医疗制度的韩性 我们会克服面前不同的考验 我和医管局全体同事 定必继续揭成付出 以民为先 合力推动公共医疗发展 迈向新理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